控制跳弓 也是属于跳弓的范畴 但是它跟这个自然跳弓是完全不同的 自然跳弓主要是要利用弓子自身的弹性 演奏的时候或者是把弓子拧起 或者是利用叠齿 把弓子撑起来 获得弹性 演奏的时候呢 手腕完全放松 甩起来 甩起来以后 弓子就可以在弓包上跳动起来 这是自然跳弓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弓包撑起来 用叠齿把它撑起来 撑好了撑起来 然后呢 弓子获得一定的弹性了 这个时候手腕完全放松 大臂把手腕甩起来 它就是自然跳弓 而空的跳弓它的不同一点在于 不一定把弓子撑起来 弓包可以比较松 演奏的时候 手腕不是完全放松 而是在演奏完一个音以后 手腕立即放松 就是用指腕的力量来演奏完一个音 演奏完以后 立即放松 让弓包离开 短暂的力量来演奏完以后 当然演奏慢速的空的跳弓 空包也可以不如离开轻弓 轻轻地浮在心中 来 擦 内线 空的跳弓 完全放松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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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空的跳弓 内线的空的跳弓 外线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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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空的跳弓 这是空的跳弓 用空的跳弓 用空的跳弓演奏一首小的乐曲 空的跳弓演奏一首小的乐曲 用自然跳弓和空的跳弓演奏一首小的乐曲 空的跳弓演奏 再弄 空的跳弓演奏一首小 post 这是控制跳功 另外还要说一下控制跳功和激弓也是不一样的 激弓是把弓杆提力琴统 以后顺着这个方向激下去 这是个激弓 它的特点在于一个激 激 激 它的方向是上下 这是激弓 所以把激弓和控制跳功 本文一谈是一个是没有搞懂控制跳功和激弓的概念 另外就是激弓和控制跳功的演奏方法不太了解 要对激弓和控制跳功的演奏方法没有搞清楚 所以把这两个工法给我们一谈了 对激弓和控制跳功的状况 趁热